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翰 我們現在打一下6月的LV10 那其實在地獄樂開服的首天啊 我們就有用這個畫眉玩隊伍想要去挑戰給大家看 只不過說當時的槓解他是有BUG的 具體上是什麼樣的BUG呢 就是他那個獵毒 對敵人造成的傷害會變成複數啊 所以一補那一關的毒龍我們就沒有辦法直接 藉由這個無視敵技來打過去 那現在是已經修好了 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毒龍那一關 不用一補十億 我們就是直接用槓解的那個獵毒 毒過去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就來幫大家示範一下 這一次的一趴大獎畫眉玩來挑戰這個月的LV10喔 隊伍跟龍科配置我都有打在旁邊 如果有疑惑沒有看清楚可以按暫停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啦第一關 第一關我們可以先抓槓不守銷 先偷一個回合 好那接著第二回我們就開畫眉玩的忌惡 好那這邊一樣可以再抓槓不守銷再偷一回合喔 好那第三回這邊雅左吊兵位會跳起來 我們就把他打開 來接著我們開畫眉玩的忌惡然後我們點火 好那這邊就直接送他齁 好這邊的話呢 雅左吊兵位自身可以無視工錢啦 所以就是交給他去打喔 然後再來是這一關蠻多時候會用到畫眉玩的忌惡去擋死 所以有事沒事的話記得不要去開槓的那個黏屍地形 要不然的話那個畫眉玩忌惡的那個擋死就會沒辦法發揮作用 這個詳細的話可以看我社群第一篇文章 那一篇就是在討論這個細節齁 好來接著來到第二 第二如果場上沒有光的話我們可以先把雅左關掉 那如果有光的話我們就直接開畫眉玩的記憶點光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有無視紅綠燈 所以我們不用去轉到紅綠燈齁 好來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第三 第三這邊就是毒龍的那個異補了齁 好那這邊我們先開槓的記憶 先讓他進入到這個黏屍模式 好那黏屍模式的槓只要打中敵人會上獵毒 然後以敵人防禦的38倍 就直接對他吸血就對了啦 那這個吸血是可以無視敵人技能的 所以這邊我們只要隨便一C送給他 只要你讓槓有打到敵人 那等一下上獵毒之後 就是直接把整條血吸掉了齁 對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 槓打到敵人的時候 欸上獵毒囉 那等下回合結束的時候 就是直接整條血把它吸掉 這邊一補十億不用打齁 好來接著二血這邊的話我們就開畫眉玩的記憶 好那這邊我們就一康送給他就可以了 好其實就是這邊啦 這邊需要擋死 所以記得不要開到槓飢餓的那個黏屍齁 你開黏屍的話 畫眉玩的飢餓就會失效 這個要注意 好那接著第二回 我們一樣再開一隻畫眉玩的飢餓 那這邊一樣就一C送給他就可以了齁 OK 好接著來到第四 好第四這邊的話我們開個飢餓 然後我們隨便點就可以了齁 好來接著我們開畫眉玩的記憶 然後我們點木 好那這邊的話呢我們就抓飢餓放進格子齁 好這邊就是全部靠飢餓格下一個人去打齁 OK 好接著來到第五 好第五這邊的話我們就先開七子 好然後我們開槓的記憶 好那這邊我們就把火騎手 然後把那個竹子塗過去 只要變成人竹竹他就變成一箫 那對面要的是六竹屬性啦 所以這邊如果你光 或有 稍微區隔開 也不用區隔的到很開啦 你有稍微區隔開應該是都可以輕易達成才對齁 好那這邊畫眉玩的七子 有讓畫眉玩無視十字的選項 所以這邊十字 就直接帶過去沒有問題 好接著來到第六 好第六這邊的話呢我們先開個七子 好那我們抓槓不手銷 其實要手銷也不能啦 因為這邊場上根本沒有暗珠齁 然後我們去把板面稍微轉個滿版出來 這個板面的話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我們就是這樣子去把它轉出來 好那因為結界地的關係 所以他掉下來的暗珠不能發動到消除 那下一回合我們才可以再去消除他 所以這邊可能會稍微拖個幾回合喔 好那第二回這邊的話我們就開畫眉玩 所以就記得不要去開槓的那個忌惡齁 好那接著第三回我們就可以開畫眉玩的忌一了 那這邊隨便點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直接送他 因為結界地啦所以也炸不掉齁 OK 好接著來到第二條血 第二條血這邊的話我們就開七子 七子的話我們這邊用光騎手去把它收掉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就可以直接帶過去喔 誒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聽到一點雜音啊 應該是還好 因為我的掃地機器人正在運作 好那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好接著第七 好第七我們就開畫眉玩的忌一 然後我們隨便點就可以了齁 好來接著我們開那個龍科之力 好然後我們開槓的忌一 好來接著我們開四遠閣下 然後我們選擇丘陵齁 丘陵是右下角這一個 好來接著我們就抓畫眉玩把星切成無阻 你可能會覺得很難啦 不過實際上還好 畫眉玩角色我們先抓下來 然後接著往左一步 然後接著拉到最下面 再往左一步拉到最上面 這樣子就是星無阻了 好那就會符合敵人要的需求齁 好來這邊就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第八 第八的話敵人會自己死去 好所以沒問題齁 就送他就可以了 好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王一這邊第一回的話呢 我們就開畫眉玩然後點火 那如果沒有火沒關係 你點其他的其實也是可以齁 只是說點火是最大傷害啊 但其實 畫眉玩隊伍技所有珠子都有 兼具隊伍成員屬性 所以你隨便點他 都是可以發動到攻擊的齁 好那這邊50%盾 等一下第二回那個畫眉玩這樣子炸 好居然炸不死 那就再開一次齁 好 好來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第二條血這邊的話呢第一回齁 也沒有第一回齁他就是直接可以一回合收掉 這邊我們就開畫眉玩的技衣 然後我們點光 好來接著我們開妻子 好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就光起手齁 好因為這邊是光起手 敵人的減傷會更正 你消到光齁敵人的減傷趴數會往下掉 好那這邊是沒有任何額外多的天降 如果減傷80%這麼高的數字還可以打過去 那應該就沒有問題齁大家不用擔心 好接著第三條血這邊第一回我們先開畫眉玩的技術 好那這邊我們先偷一個回合齁 好接著第二回呢我們再開一次畫眉玩的技術 然後這一回我們要去累積這個印記齁 應該看得出來他就是附在光珠上面 我們就把這個光全部消一消 好接著第三回合的話這邊我們補一個龍科之力 好來接著我們開槓的技術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全板塗過去 最後不要停在黑洞地裡面就可以了齁 好這邊敵人要的是十足屬性珠啊 所以你只要有至少切到十顆一消就可以了齁 好啦那以上這邊就是這一次的一趴大獎實戰這個月的LV10 通關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扑 好看 不要中企業 什麽 發生的